上荡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这一集接着抛给大伙一个共党劣质绣球 和上集红旗曲一样 还是一个精神 共党建政七十年间又竖了不少引号英雄 还是千挑万选为他献身的人 世纪仍然是精心包装 以媒体 学校 出版物为载体 发散到中国各个角落 七世大观之前已经还原了不少 四九年前的共党引号英雄 从本期开始 我们继续还原 他四九后树立的英雄模范 今天要讲的这位是大名鼎鼎的焦裕录 毛泽东 习近平都挺了他 咱今天就念叨念叨这个人 看片前还是有请新看官做个小功德啊 请您先点一下屏幕右下角订阅红方块 再拉光标到屏幕之下点一下小铃铛 这样可以提醒您及时看到新节目了 谢了 好 书归正文 焦裕录1960年代被共党竖成了人民的好公仆形象 当时中国大陆可谓是人尽皆知 几十年来通过传媒和艺术的宣传 人们了解了他当河南南考县委书记时候的无数感人事迹 焦书记被老毛看好利用 两件事可以证实 据凤凰网披露 1966年5月文革爆发 全国的红卫兵开始串联 河南省中学传达了中央文件 要按照10比1的比例选学生代表 到北京受老毛接见 开封地区的代表中就有焦义录的两个女儿 焦首凤 焦首云 9月15日 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三次检阅百万红卫兵 经中央文革小组的周恩来点头 13岁的焦首云被领到城楼上 和老毛握手讲话合影 在修西大厅 老毛老邓还和焦首云握手 问他 妈妈身体好不好啊 兰考现在怎么样 焦首云和毛 周 刘少奇等人的合影 第二天就刊登在人民日报了 不过 不久刘少奇就被打倒了 10月1号 老毛又接见了焦义录大儿子焦国庆 老周也接见了焦的大女儿焦首凤 不过 听说焦首凤文革初期 被北京六中红卫兵打过一顿 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是亲不亲接级分 老子英雄而好汉极左年代 别人问小焦什么出身 他说是革命干部 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六中红卫兵立马反弹 你TM也配 你爸不就是个小县长吗 结果小焦因为爹官小被打一顿 另一件事儿 焦玉录1964年死了 张钦礼即位做了兰考书记 各位 共党内斗不只是高层 是层层 您看官宣都是把装修的英雄模范描成一朵花 外星人 实际上呢 兰考焦书记张书记一直有强大的对立面 共党内拉帮结派互相抹黑的本事 无人能敌 焦张二书记不仅被对立面整得够呛 张书记还被另一派鼓动河南省军区头头下令带鼓 事情戏剧化逆转 使兰考县秦寨大队贫农李战荣 到天安门毛巷前常跪痛哭 为活着的张钦礼 冥冤 惊动了周恩来 老周就派记者到兰考暗嗓 回来向老毛汇报 老毛听后指示周 河南的兰考临县这两个先进典型 兰考就是指焦鱼录张钦礼 要保护不准打倒 老周领旨就把张钦礼接到北京 当着河南省军区各头头的面 宣布罢免了下令逮捕张钦礼的省军区政委何运红 又任命张钦礼为共军7249空降师政委 老周的联络员还安排闲鱼翻生的张钦礼 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报告 推动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促战备是准备和苏修开打 按说老毛发了话 焦鱼录是香饽饽了吧 蹊跷的是 当时包括毛刘周珠在内的共党大头头 无一人为焦鱼录提过词 特别是老毛 1962年雷锋死了 隔年老毛就提了词 1964年焦鱼录又死了 老毛却到死也没给提词 不知是山羽欲来酝酿文革没心情呢 还是毛觉得焦对他干掉刘少奇和党内群敌没大作用呢 因此党媒标榜焦鱼录是老毛的好学生 很没内涵 不过 这丝毫没影响共党金上习总对老焦的印象 习多年来一直强调要学焦 还回忆说 1966年2月7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鱼录 我当时正上初中一年级 政治课张老师在念这篇通讯时 多次气不成声 特别是念到焦鱼录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 用一根棍子顶着干部 腾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 我受到深深震撼 七世大官觉得编教材的欺负了小习的智商 网状的藤椅捅个窟窿难吗 而且焦书记肝一直疼 就捅了这一个窟窿吗 棍子插在窟窿里也不能再顶干了呀 1990年习任职福建 还在福州晚报上刊登辞作《念奴焦追思焦鱼录》 2009年4月1日 副主席习近平在兰考参观焦鱼录纪念园 还到焦家小院和焦的女儿焦首云座谈 然后 习秀出四字牌笔 概括焦精神 亲民爱民 艰苦奋斗 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 无私奉献 当年9月焦鱼录就寄身了100感动中国人物了 习近平尚未共党老大后 2014年3月又去兰考 接见焦的五个子女时说 五年前我到兰考参观了焦鱼录同志世纪展 今天来再次深受感动 引起心灵的共鸣 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 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到2015年1月 共党中央党校开了县委书记研修班 习又提出要学焦 当年8月 习近平做焦鱼录式的县委书记一书 在全国发行 继续消费 烙焦 还挣了稿费 因为他的大力提倡 这些年来 学焦热度始终不减 令共党树立的其他典型相行见处 所以 我们好好说说这个焦鱼录 看看在他的光环背影里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1922年8月 焦鱼录生在山东柏山县北顾山村 祖辈还比较发达 老宅独门小院 带有七级高台阶 南北房各三间 占地四分 大人到了焦鱼录父亲一辈 因为不善经营 家道中落 焦鱼录15岁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8年 日军占领博山县城 经常到北顾山村一带扫荡 这时候 当地南谷山村的村民李兴七组织了一支红枪会 抗日自卫 16岁的焦鱼录那时候已经从高小辍学回家好几年了 就加入了这支红枪会 据河南省档案馆现存档案记载 1938年6月 日寇大队人马出来扫大 红枪会集合了数千人准备抵抗 但最前边的一支队伍刚一交火 就被日寇的机枪大炮打死打伤二多人 红枪会一轰而散 几千人没一会儿便溃不成军了 焦鱼录跑到山里住了两天才赶回家 从此红枪会解体 焦鱼录此后在家务农 1939年 焦鱼录的父亲和叔父分了家 他哥哥到八斗村商店当学徒 焦鱼录则靠挑扁担推小车运货挣钱 1941年 因为家庭贫困又欠下了外债 焦鱼录的父亲上吊自杀了 1942年6月 焦鱼录被抓到日本宪兵队 毒打之下被迫承认自己与共党有联系 其实呢 那时候他还没接触过共党 连共党和八路啥关系还搞不清楚呢 过了半年 焦等一些人被捆上了汽车 押送到辽宁辅顺大山坑煤矿当苦工 辅顺煤矿当时被称为千金寨 是日本南满洲铁道诸石会社控制的最大煤矿 日军在华北等地抓捕的类似焦鱼录这样的特殊工人 有四万余人 到抗战结束时只剩了七八千 大部分被折磨死亡 焦鱼录干了不到半年就从煤矿逃回老家 不久邻村下庄又拉起一支队伍 据焦鱼录后来自述 名义是汉奸队 实际以此掩护打鬼子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我与书家弟弟焦鱼彬 便一同参加了这个汉奸队 分到第四连当兵 他回忆说 队伍只有二十几人 三四根破枪 吃的是骨坑窝窝头 一顿分一个吃 一看太苦了 才过了三四天 一天夜里 他趁出来撒尿的时候跑了 躲进西山 过了一段 他跑出来结了婚 后来夫妇俩带着孩子 逃荒到江苏肃迁县城东石屋里的双茶鹏村 经人介绍到地主胡家当了两年故宫 起初只是沾水劈柴 后来因为干活卖力吧 他成了胡家主人商会副会长胡杰生的贴身用人 据说 因为家里没男丁 胡杰生还准备把焦玉露认作干儿子 所以后来胡家让焦玉露认字还教他做生意 焦那时候经常跟随信佛的胡杰生到钱大安进乡 还主动为庙里打扫卫生 1945年抗战胜利 焦玉露回了老家 他究竟有没有回报待他不薄的胡家 他没说 我们也不知晓 后来加入共党就更忌讳感恩地主了吧 当时博山县城仍在日北军占领下 焦玉露当了北顾山村民兵连的民兵 还参加了收回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年1月 焦玉露加入共党 参加了国共内战 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的途中 他被中队领导选中 参与排演反映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大型歌剧《血泪愁》 南下工作队边行军边演出血泪愁十多场 发动人民斗地主 不知道此时的小焦想到地主胡杰生对他的帮助和恩情是啥心情 看上去焦玉露非常善于宣传工作 他自编的或激昂或挥谐的打游师很是欺骗了不少民众 一路走来他不断升官 到1950年夏天 焦玉露被提升为共党河南卫士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大营区区长 1952年春调任青年团陈留地委宣传部长 后来又升任青年团郑州地委宣传部长 1953年夏天 他当上了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 1962年12月调到兰考县担任共党到历史最低点 此外 兰考还是个饱受封杀 严检 内涝三害的重灾区 其实这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因为近在1957年 兰考还是林茂凉风之地 后来共党老毛鼓吹大跃进 驱使百姓大炼钢铁 搞人民公社大锅饭 兰考的树木被砍光偷光 林木没了 风沙再起 违背自然规律 保护水土的植被被破坏 太阳辐射的蒸腾作用 地下水渗出 带出无稽眼泪 水蒸发了 无稽眼泪却留在了地表 形成了严检地 一起风就是滚滚风沙 类似于这些年北京沙尘暴的模样 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 牛棚 同普通农民 同吃 同住 同劳动 焦育录最终被肝癌 夺去了生命 共党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育录精神 这时还是共党河南精神 1966年2月 新华社播发穆青等人撰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育录 就是感动了习近平的那篇 从此引发全国学习焦育录热潮 焦精神从河南精神上升到了中共国精神 依照媒体宣传的内容看 以焦育录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如此之短暂 他对改变兰考面貌没做什么大贡献 冲其量是党媒标榜的其所谓为人民服务的那种精神可嘉 2009年广东出版的人言方写的《焦育录深厚》 我和兰考的卑喜剧一书证实 焦育录到兰考是执行共党中央八届时中全会精神 主要精力是放在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上 继任的县委领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证实 兰考在焦育录当政时期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不过 新华社为了突出焦的高大上形象 特意在这方面拔高他 焦育录能成为重点宣传人物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 他时时处处要当老毛的好学生 请看焦育录留下的语录 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 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 有党的领导 有毛主席著作 有几十万人民只要干 一定能在困难当中闯出一条路来 一定会改变兰考的面貌 显然 所谓焦育录精神 除了有干活意识外 最主要是要政治正确 听党话 听老毛话 事实上 真正为改变兰考做了很多实事的 是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肖玉录被宣传的一些事迹 却是源于此人 张钦礼曾在1957年为民请命 差点被打成右派 1959年因为说真话被打成严重诱卿彻职查办 下放兰考农村劳动 看到信阳大批农民饿死 张冒死上京 状告省第一书记吴之谱 导致吴降级成了第二书记 张钦礼1961年复职 下例解决被称为三害的内涝封杀 严谨地问题 着实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 不过呢 对张钦礼的为人各方也有不同的看法 根据任延方书中所言 张钦礼1965年向新华社记者 介绍焦玉录事迹的时候 实际上将自己的一些事迹融了进去 并称自己是焦玉录的亲密战友 也就是说 和焦玉录做了捆绑 拉娇做大旗 祸从口出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 共党发动揭批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运动 河南第一书记刘建勋被停职 文革中已经被河南红卫兵斗死的无知谱 又被邓小平平反 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的张钦礼 变成了接批查的目标 被免去了全部职务 1978年10月16日 张钦礼在尹黄灌鱼工程工地 遭到商丘地区法院逮捕 罪名是《八开黄河大堤烟兰考人民》 指的就是尹黄灌鱼工程 1979年12月24日 张钦礼被商丘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13年 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 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 挖空心思 捏造交易路事迹 欺骗全党 欺骗全国人民 当时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 1200多人被捕被判刑 据称河南省接批查涉及的人数 开除党籍的人数被判刑的干部人数 占了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 不过 不同于官方 兰考人对张钦礼 却表达了敬意 除了我们前边说的有兰考老农 天安门跪求哭诉为张喊冤 据说 张2004年去世后 灵救运回老家安葬 途经兰考县城时 至少十万人沿街相送 再到焚香祭拜 不少人痛哭失声 更让人震动的是 在其墓地周围 还有老百姓自发竖起了大小四十多块石碑玉碑 形成一片碑林 每块碑上都刻着张钦礼的事迹 和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 立碑者来自兰考不同的村庄 河南各地 山东 河北 甚至台湾 其中一块署名丁盛杰的碑上刻着这样的话 我曾祖父 高祖父 爷爷 还有我父亲 一百多年来曾雕刻过许多知名人士的石碑 但从没雕刻过像那么多平常百姓给张亲李书记的赞碑 也没有见过一个普通县官有那么多百姓前来纪念 故事讲完了 焦玉碑1964年死了 继任的张亲李四十年后也死了 不过他俩捆绑的焦玉碑精神不仅活着 还一直被党魁看好 甚至还有人因妄议而遭殃 据称 河南官场不尿焦玉碑的也大有人在 1999年9月4日 河南广播台记者到兰考采制国商特别节目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玉碑 没想到时任县委书记宗家邦竟然对记者说 焦玉碑同志在兰考有好多事都没办好 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 焦玉碑精神 我一听就烦 得 又是祸从口出 宗书记立马落马 不管说的对错 跟党顶着来 你是书记也躲不开社会主义铁拳 共党官场这个乱劲 黑劲 怎是一个焦玉路囊括了的 好 公道自在人心 历史终有公论 焦章这些小卒子式的悲剧人物被党魁抬得再高 也不过是给韭菜洗脑 相信大家都明白 各位看官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离座前请不吝点赞 分享给朋友 咱们下集再见 中央文字幕订阅》详定